要剪完这个海洋的垃圾 我们心里都知道是不可能的一件任务 可是我们愿意 大家在假日的时候 一起去做一件事情 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让我们同仁在他的生命经验里面 他能够学习到 你爱护你的家乡 爱护你的价值 其实很简单 你就只要跟着我们大家 一起去把这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去做 那么你自己的经验 或你自己在爱护这块土地的心情 就会被提升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活动里面 最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自诩自己是在地的恒星 那我们希望家乡的美好 就是我们的责任 用这样的DNA跟这样的核心价值 这一次我们来参与了 金周刊所举办的港海行动 整个金周刊发起了这样的一个行动 那我们的台树科 我们大洋有限 那一起来享受这样的活动 让我也非常的感动 嘉义县政府 实际上在整个海洋 飞气屋的这一块 那我们的环保局 针对整个所有的这些 鱼网或者是企鹅啊的线 那整个回收再利用 那跟当地的这些企业做结合 然后想我们一起合作 一定可以还用我们干净的海洋 一片风和日益之下 是一个这么多垃圾的海洋 我们大概捡了一个多小时 就四百多公斤左右 这样的垃圾 然后我们以前在印象中 图片里面的这些海龟 什么有鱼网啊 有这个鱼钩啊 然后怎么保力龙保特瓶的 就在我们眼前真实呈现了 那我们的员工 我们的同仁跟我 真的心里有一个很大的震撼 公司一直有在鼓励员工 我们要多回馈地方 回馈社会 所以其实像这一次的浸滩活动 我们就觉得捡垃圾是一个重点 但是其实比较更重要的 应该是把这个理念 深化到员工这边 所以其实我们同仁 大家都有一种使命感 就是在捡垃圾的过程 台书科这家公司成长的生命过程当中 他一直有在做这件事情 非常在关心这个在地的声音 或在地弱势需要发言的地方 那就是我们家子公司 叫做新传国际多媒体 是一家发展得非常健全 然后里面内容非常丰富的公司 它的心有三个金 那第一个金呢 它有一个台湾生活新闻频道 不同于全国性的媒体 它专门呢 就是帮在地的特色产品 人物替他们发声 让大家认识 我们在地不一样的人文景观 那我觉得这是最珍贵的 那第二个金呢 我们有一个电视购物 叫美丽人生 我们经常在里面 会找到地方上很多的特色产品 伴手礼 这些产品呢 都可以在里面 我们帮它做电视购物上的宣传 甚至于它可以进电商 另外一个通路去贩售 那我觉得也可以帮这些地方的特色产品呢 做一定程度的培植 或者让它可以有这个生意模式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另外一个使命 那另外第三个金 我们要讲的就是陪伴产业 所谓的陪伴产业就是 我们不能让高科技去忽略了 一些中老年我们长辈的需要 只要拿起遥控器 它就可以进入一个非常棒的元宇宙 它就可以在里面熬游 多有的戏剧 我们希望老人家或者我们的长辈 用我们的这些频道呢 能够在它的生活里面 更加的丰富或者多彩多资 台数科这二十多年来 我们一直用我们新产国际多媒体 这样一个优质的在地媒体 守护着在地的价值 实践我们在地的影响跟美好 我们期许自己是一颗在地恒星 能够一起守护台湾在地的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